最早的时候,人们认为大地是平的 在大地的尽头是万丈深渊 你看,这就是一个观点 如果我们的活动范围只有一小块地方的话 那么这个观点就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 因为我们观察不到任何违反这个观点的现象 什么时候需要被质疑呢? 就是当我们的活动范围慢慢地扩大 有人就发现,无论走多远 好像大地依然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 看不到大地尽头的万丈深渊 这时候,这个走到过很远很远的地方的人 就有资格提出他的质疑 大地真的是平的吗? 如果真的是平的,为什么我们走不到尽头呢? 当然,我们一定要知道 质疑不代表就推翻了这个观点 还要看这个质疑是否足够有力 是否是这个观点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的 显然呢,走不到尽头这个质疑不算太有力 因为提出观点的人可以用 你走得还不够远来解释 那么,比这个更有力的质疑是什么呢? 假如有一个人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一直走一直走 最后竟然走回了原地 这时候,他再去质疑大地是平的这个观点 就会非常有力 因为如果大地是平的 该怎么解释走回原地这个现象呢? 地平观点怎么也无法解释了 而人类是在500多年前 由麦哲伦船队第一次完成了环球旅行 于是,人类对于大地形状的观点 也就从平的修正为了圆形 那么,圆形地球的观点 当然也是可以质疑的 关键在于 你能不能找到不符合圆形地球的现象? 如果找不到这样的现象 而圆形地球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证据 那么这个观点就可以正式成为一个 得到广泛接受的理论 但是,即便是广泛接受的理论 也是可以质疑的 但区分合理质疑与盲目质疑的关键在于 这个质疑是不是建立在发现了不符合该理论的现象之上的 也就是说,你有没有相关的证据?